力与运动 实验1,物体加速度与所受外力和物体质量的关系 我们来探讨一下常见牛顿运动定律的实验 也就是滑车实验的观念 我们先从牛顿第二运动会复习一下 F等于MA的基本概念 这边F指的是所有外力的合力 也就是说在物体运动中可能有很多的力量 摩擦力有阻力 甚至有湿力 这边要考虑它的总和力 那这边M指的是物体的质量 也就是这种质量 也就是整个滑车实验中 如果我们的物体有三四个 比如说有砝码的滑车 以及吊盘的重量 必须要算它的总和 这边A指的是我们所测量出来的加速度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装置图中 这边可以了解到 这个白色的地方 其实是一般我们所谓的纸带 那纸带是做什么的呢 因为我们前面学过打点计时器 它可以帮我们记录物体运动的轨迹 因此可以用打点的结果来计算它的加速度大小 所以这里呢打点计时器是必备的 那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 因此在滑车被右边这个砝码所下拉的过程中 整个滑车的质量 上面的砝码 加上甚至棉绳的质量 以及这边的砝码总质量 通要视为一体 也就是这边的质量大小 因此我们来练习一下 所以整个滑车实验过程中 滑车细绳砝码是同一个系统的 因此质量要思考在一起 所以我们用一个示意图哦 这边的砝码比上面的图多一个 没关系我们用三个砝码来示意的话 代表比较真实的情况 一般我们会种到三个砝码 甚至四个砝码 这边的F指的是这里 这里所在掉拉的种重 也就是说整个秤盘如果质量是M3 你的砝码是M2的话 你必须把M3加M2去计算这里所说到的重力大小 因此这里的F也就是他这边的拉力 是来自于M2加M3的质量 再乘上加速度大小 因为我们要算物重 而且这边得到的那个单位大小必须是牛顿 牛顿力 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M 这边F的M指的是因为整个连结过程中 总质量要思考滑车砝砝砝砝砝砝砝加乘盘重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里的滑车加砝砝总重加乘盘重 我们来看这个砝砝砝 因为我在图上画了三个 加上这一个 因此要记得乘以3 所以把质量加起来乘上这个物体运动的加速度 应该要相当于整个砝码的重力 也就是M2加M3乘以G 这边有个实力大小 这个是在不考虑摩擦力的情况下 我们用这样想 那如果考虑摩擦力 必须这里还加上一个摩擦力要扣重 扣掉摩擦力的影响 才会算出真正的加速度大小